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发生蛮多动物保护相关的事件 包括这个流浪动物保护相关的团体 目前正在争取修法 希望就是说虐待动物的人 他可以加重他的行政 好像不是已经通过了吗 对不对 联署的人数 那因为发生一个事件 就是说这个从流浪动物从狗场 运送到狗场的过程当中 然后结果闷死了 非常多只 为什么会闷死啊 因为那个载送的卡车没有开空调 然后他说冷气坏掉 所以下车的时候 请问是哪一个县市政府啊 嘉义 所以相关的负责人已经下台了 那也因为这个事件的关系 所以说联署的人数非常多 那现在正在立法院 也不知道说会不会通过 所以我们今天也就来关心一下 就说最近的一些动保议题 那还有一个最近非常非常多人在转贴的 就是有一个美女兽医 那他因为一直在抢救这个流浪动物 但是发现他还是必须 有很多是安乐死的 所以他就留下了这段话 他说希望这件事情能被世人看到 选择用狗安乐死的方法 是要凸显现有的台湾保护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这段影片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 也是跟刚刚这位这个简医师交情非常好的 是 然后呢他也是在流浪动物动保界里面非常积极 然后救了非常多的流浪狗 那自己也有非常多生命故事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祭师喔 我们来欢迎王峰祭师 我们来欢迎王峰祭师 你好 小鲜你好 王峰祭师你好 王峰祭师你好 你好你好 好请坐请坐 好 这也是我们其中一个来宾喔 狗头人 小波快 小波快今天变小狗 王峰祭师 吃得很好 王峰祭师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说 你怎么当初从机师的身份 然后会到动物保护界 然后来抢救这些流浪狗这个过程 小时候一直都在家里一直都养狗 但是比较自豪的是 所有的狗都是路上捡的 都是别人不要的 然后我第一次进入西湖松手 是十年前 2006年 是因为当时在我搬到大圆嘛 然后2005年 然后有一只就是喂食的老狼狗 就是找不到了 然后就是我比较积极一点 就是打电话到处问人 问他才知道 才知道在乡下流浪动物是被清洁队抓起来 送到动物保园区去 我不忍心让他被销毁嘛 所以在2006年的中秋节 我把他从社工所带出来 那是我从社工所带出的第一只狗 2006年的中秋节 然后两年之后 对不起 四年之后 从2010年一直到2014 总共带了28只狗出来 总共带了29只狗出来 然后 然后从2015年 从内户收容所又带了两只狗 总共带了31只狗 你刚刚说我 就有流浪狗 很多其实不多啦 31只而已 然后路上捡的加起来 大概加起来是50只 50只狗 50几只喔 50只左右 那其实真的已经算很多了 因为每一个动物它其实都是一个生命嘛 嗯 但是 收容所里面是不是 狗的数量很多 你说官方收容所 应该有几百只吧 官方收容所 目前全台湾是33个动物收容所 是 那 雲林县市除外 是委托民间的兽医 兽医 动物医院 去把 送 呃 这个 清洁队抓来的狗 放到动物医院里面去 12天到了就把他杀掉了 33个动手 全台湾的收容量 是大概4千左右 4千只 那王大哥这样子 比如去里面 救一些 救了比如说20几只出来这样 其实这也是有点靠缘分吧 一只一只带啊 因为毕竟那么多 今天要带哪一只 其实 我们能救一只就是一只 其实救狗的圈子很小 我们在网络上互相 流传嘛 就是感觉出来的感觉跟这只狗 你看着这照片过目不忘 一直沉在你心头 然后想说 看自己能不能挤出一点 时间花一笔钱把它带出来 其实救援一点都不难 就是要花时间 要烧钱 但是比较困难是送养 因为台湾这个社会 就是需要靠教育 然后大家都挑品种啊 然后对那些没卖相的狗 比较没人要 就像这是没卖相 没人要 这个感觉吃得不错 这个 然后我们要就是 救援之后 你说没人要怎么办呢 就放到中途之家付费 OK 暗月付费嘛 然后这是很大的负担 像我现在还有五只送不出去的狗 然后从2012年 2012年的7月2号带出来 从收入所带出来 那天捡所长载我还记得 一时带两只嘛 其中有一只 在乌乌乌乌 过得非常幸福快乐之后 还有一只狗 已经四年 我都开玩笑说 我已经供他念 从大一年到大十 他准备7月被剩研究所 OK 然后一个月3500嘛 一年4万块你慢慢算了 这只狗 致病花不了多少钱 所以其实负担真的是相当的大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然后再请王丰大哥来跟我们聊一聊 你心目中的检所长 好 都是靠他的能力 现在这个人才要留下 老板现在多多苦力 还写信给防御所长 要把这个人才的重用 然后呢 王大哥有帮我们很多 我没做 就是有立方会馆 都帮助这边非常的多 然后台湾这边很谢谢 就是王大哥的帮忙 我真的很谢谢你 其实我们会做什么 他做的比较多 没有 真的很难得及 你没令独行分开车过来吗 对 为了省钱走西斌公路嘛 你看我都知道 我那时候第一次叫他 是2100年 是大宝 还有另一个男 从他手上接走了 我们家的大宝 那天我不知道他是所长 因为小女生嘛 我后来还知道 所长 他帮我们的大宝 验出全文 阳线反应 他说这个你要想清楚 你还要接吗 我说当然要接啊 那时候把大宝带回家了 照理说这两只隔 我要付370块 两只是740 他忘了给我收 但现在还没给 他跟我忘了收入有钱 感谢就是 护生女人能够帮我们接 就是 就这么多的生命 假设说照规矩来的话 一只隔三八七 四十只隔四十只隔 就是一万多块 你知道吗 他就跟特殊的约会 就大量的接 他也知道我们诚心都在做 可以互相帮忙 刚刚看小薛的结果 都不会有什么刁难 什么台场 很顺利 他们都把前置信息都准备好 这是非常友善的环境 然后本日我说回来 你看我们车历 这么用心的来做 只不过需要替他们找出出路嘛 对了 那假设政府公告 比如说 12天把它延长 或者说不要这么积极的去主动补捉 这些生命就可以留下来 这个是2014年的影片 两年前 对 然后都没有公开过 我们第一次在这边放营 那今年是2016年 那可以看到这个 建所长的生命 却已经不在 去做天使了 光光大哥会不会心里很有感触 看到你们这样子相处 不想讲 不想讲啊 换个话题 真的 那我们聊一聊就是说 你们当时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的影片 是有非常好多互动 你们是怎么样的努力 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帮助这些流浪动物的 来这头Cue一下 2013年 刚刚这个简神讲的 我们南部的护生园 那时候数量是400只 我们长话短说啦 无限心酸 2015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 2000只 我们狗场有2000只狗 2000只狗呢 还没玩 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还有一个农舍 我们还有一个农舍 坐在台南 农舍 是历历姐 独自买下来的 我贴她坦承了 1500万的农舍 还附属设施 还做一些建物为例 总共花了2400吧 它里面的装备 大概总共花了3000万 目前这个农舍里面 早就沦陷了 有100只不会走路的狗 缺手断脚被人家虐待 被车撞 还有400只欧北中的狗 可是比较偏远 因为在台南 然后呢 历历姐因为 这个农舍被沦陷了 因为不断的一车一车地捞 一车一车地捞 早就沦陷了 它怎么办呢 于是它2014年又在宜蘭 东山乡 又盖了一个农舍 希望大家有空真的去玩 我们目前 里面只有三十只狗 因为我们一定要严守 严格把关 其实心里是很纠结的 你看到这个狗 缺手断脚 弄肚脏 你又舍不得 可是进来之后 狗更不会有人要 你如果照着正常的救援速度 我们的北馆 大概三个月之后 就要沦陷了 因为我们都没进很大了嘛 历历现在已经60岁了 我怀明哥也62岁 Vincent也59岁 我也55岁 你说再搞过十年 我们都组得拐杖了 这些狗谁能接手呢 所以真的很心痛 所以我们把北馆定一为 将来就是教育 希望学生来参观 我们把三十只狗 变成每一个故事 希望你们看看 我们为这只很普通的生命 做的努力 其实我们真的一点都不伟大 我常常讲 我们一点都不伟大 因为我没有办法 对桌上的鸡鸭鱼牛 这些动物的尸体做交代 对 是不是 因为我没办法吃素 工作不方便嘛 我真的很希望吃素 隐身要改变 其实生命就是生命 就像简志诚在遗书上写 生命没有不同 可是我没有办法 对经济作物生命有交代 所以我不认为自己很伟大 只是觉得 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嘛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种诚心的付出 然后把弱势中途弱势的一样动物 能够得到好一点的环境 好一点的环境 台湾这个环境 其实大家都知道问题在哪里 对 老百姓这个观点不正确嘛 然后想要用想要买狗的时候 一个宠物陪伴的时候 花两三万买狗 这个面不改色 可是狗生病的时候呢 花两三千块 这个治狗 他觉得很麻烦 就把狗给随便丢了 了解 至少这品种狗 还会有人要 对 可是你会想过这些缺手断脚的妹 长得很丑的 皮肤不好的 根本不可能有人要 然后从收入所逃离死刑之后 就进了狗场 这狗根本没有名字 根本没有名字 连名字都没有 一直到被死到之后 收拾被遗忘 你可以想想看 九百坪的农舍 我们放两千只狗 扣掉基础建屋设施 每一只狗活动的空间 就是半个榻榻米 从早上到晚上 他们就是这样子啊 那请教一下王教官 像收入所 因为前几年有一部电影叫十二夜 十二夜 就在讨论收容所 那其实一般的人民众 其实对收容所都很陌生啊 是 那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内幕 是一般的人不知道的 关于内幕啊 你们都台北市民嘛 对不对 你知道台北市动保处 从2011年成立动物保护处 今年预算是两亿一千万 他去年干了什么事呢 他买了一个领牌机 在台北街的收容所 就像邮局办事的领牌机 报价八十万台币 嗯 那领牌机网络上 你Google一下 八千块可以买到 兩千块让水电工接好 接好 一千 一万块可以做好的事 他报价八十万 八十万 八十万 这个钱就是这样 领牌机嘛 请问有多少老百姓 会去台北街内幕收容所 去拿领牌机 去挑那些狗 你根本不需要这个装备啊 那你装的也OK 可是你报价八十万 你讲给谁听嘛 他们就干这种事啊 我们上礼拜有一个新闻是 云林收容所 这个动保处的 这个处长 对不起 动保所大概 大概官员就是 他对媒体发表消息说 云林的收容所 对 那这些狗十二天到了怎么办呢 就杀掉啦 那这阳率94.7怎么出来 所以官员讲的屁话 你真的听听就好 对不对 我手想抖一下 我也想抖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 我第一次听到 叫兽魂碑 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我第一次来这边是2006年 所以我来救一只德国狼犬 2010年到2013年 这两年半 我来这边将近50次 我从2010年来拉狗的时候 狗都很惨 你拉出来之后呢 犬纹肠病毒 验出来都是阳性反应 然后呢 每一只狗都要到医院去烧钱 救援人最辛苦的就是要花大笔的钱 平均每一只狗预算要抓3万 我看过好几个大型的收容所 还写那个祭道文 就谢谢什么 流浪都对人类什么狗屎贡献了 每一个收容所啊 都有立这杯 不知道是想赎罪 还想怎么样 这地方呢 大概杀掉 大概八九万多 八九万只生命在这边消失 他们把牠牵出来 牵出来 在这个地方就散步 散步 然后散步的时候给牠吃一个 像齿心饭吃乳蛋一样嘛 给牠吃一个好脸的罐头 就叫做比较心向强的一种 把牠摆到一棵树下面 我们俗称叫等死树 拍牠嘛 要上路了嘛 要骗牠嘛 待会你要乖乖喔 然后我们来生再见了 讲一些屁话 就把这只狗牵到那作业室里面 那是这么一个手术台 最经典的就是很多狗知道 自己好像 上灯网 牠不太愿意走 就不要 不走 牠不要进去 你知道吗 然后通常不进去还是要进去嘛 就一天就抱着牠 上手术台嘛 然后打哭成一团嘛 那整个流程 一只一只狗进去 一只狗进去 整个两小时一旦 几十只狗就被抓进了谁带 其实牠们在被安乐死之前 自己心里也是有感觉 这个流程喔 只有幸福收工所做得到 就是要杀狗的时候呢 还带牠去见最后的阳光啊 给牠吃一个好一点的罐头啊 跟牠讲讲一句话啊 然后带上手术台 打一些引导式的麻醉 让牠瘫痪 然后再打硫酸米或绿化酱 让牠死掉 其他的收工所 不可能有这种时间跟 这个人力条件 就是拖出去就直接干掉了 你知道吗 然后甚至 为什么简志诚今天走上这条路 我个人在想 牠这么爱狗 牠有这么忠心的 这么实力付出 可是牠的大部分的心力 就是要杀这些狗 因为桃园县13个乡镇 每年进去的那样动物数量 始终维持在八千到一万 八千到一万只 那一年五十二个礼拜 有两个礼拜是过年放长假 牠每 五十个礼拜 牠要做一百次的作业 礼拜一跟礼拜五 牠要杀一百次的狗 每一次要杀几十只 这么爱狗的人 牠认为牠 这么辛苦的 拿着 唉 牠应该是以牠的道德跟智能 来救这些狗 可是牠的工作 就是要把牠心爱的狗要杀掉 你刚刚看到那个鸡蛋黄 我特别问牠说 这鸡蛋黄怎么来 牠说牠要把鸡蛋黄杀掉的时候 牠觉得这个狗很耐啊 一直在怀里一直耐一直耐 牠觉得要杀很可惜 那这样子以牠的权限 保育员局是牠负责 牠留一只狗下来 上面应该不会讲吧 有一次鸡蛋黄留下来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牠一个礼拜要做两次 执行安乐死的手续 对 牠一个礼拜要杀掉一百多只 有多少只像鸡蛋黄一样的狗 就像被牠 就被牠弄掉 对 因为一个礼拜有两天的时间 礼拜一跟礼拜五是做烟 你的全部的工作就是在 因为牠们职员 没办法承受这种心理的折磨 牠们要 我所知道的是要求上面播预算 一半外包 让外面的外包的厂商来杀 来作业 对 可是阿乐一只狗需要花一千块的预算 OK 所以其实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对啊 对啊 那桃园动物保卫区 现在目前预算是八千多万 OK 那现在都在推动这个 林安乐死的政策 你觉得这个方向上面 这是个屁话 根本做不到 全台湾每年 就是 就是每一天在收工所里面 等死的这些流浪猫狗数量是四千 四千只 总容量 33个收工所 外加委托的医院 总共是38个官方收工所 对 四千只 可是每年撲杀的数量是八万 八万只 这数字你去查 一只都没有减下来 那明年开始2017年 2月开始不杀了 这些狗是要请外星人接走还是怎么样 那其实流浪狗 其实大家都知道流浪狗的来源 就是比如说有人弃养 弃养 然后弃养这些狗狗妈咪 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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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不是修法 修法这一点 对于弃养这些 应该提高法则 或是说你要养宠物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财力证明 或是一个 法律上 其实法律是用来约束坏人 对不对 如果真的人有良心 根本不需要法律的约束 当然 是不是 如果你把你的流浪动物 当成你家里的一份子 你会舍得抛弃它 不可能 对不对 可是老百姓大部分都把流浪动物 当成宠物 或是当成工具 对不对 看鱼尺 看鸡鸟 看租鸟 看租厂 然后老的时候就不管它 就把它随便丢 然后他们为什么都挑公狗 因为母狗会生嘛 公狗不用生嘛 对不对 那母狗他们不愿意花钱两千块给它结杂 母狗就一直生 一味或条狗就这样丢出来 这只是三个源头其中一个 第一个是老百姓的气 第二个是繁殖厂大量的丢 第三个就是 不结杂所衍生出来的第二代 乡下都很普遍 对我们乡下地方 从来都不结杂 就是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我还要花一笔钱 对其实不多啊 政府都有补助 几百块八百块一千五百块 他们不愿意花那个工 其实很简单 要靠教育 OK 那在源头管理这个部分 王峰大哥有没有什么样的见解 然后希望 其实这个救狗的圈子非常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我们再怎么样私生的呐喊 其实很难引起外界的共鸣 也比不上这些狗的素素 一般人怎么看我们 其实我们老袋里面就是装大便 好好的日子不过 你花这么多时间 花那么多钱 放这些流浪动物上 那你怎么都有经济作物交代呢 经济作物 你也吃牛啊 很多人会挑战这个问题 会挑战啊 会挑战说 为什么你不先私宿 都会这样子 是啊 你吃菠菜 菠菜也有生命啊 那你喝水 所以那边也有细菌被你入夜给稀释 那不是一样 其实我们不要谈别的 就是我们流浪动物是弱势中的弱势 他们是那最忠实的朋友 对不对 感情受过错嘛 对不对 被男生骗过 你被女生骗过没有 是不是 流浪动物从来不会骗你 狗狗最乖的 对不对 就从来不会骗你 然后你只要对他好 给他一点食物给他一点水 还跟你一辈子 真的啊 真的真的 我的狗活了最久的是19岁那只狗 曾经从竹东穹林 走了21天嘛 跑回山之岭找我嘛 就回去找你喔 对啊 因为我送出去之后 给一个原住民的士官长去看茶园 他每天不高兴嘛 然后挖洞跑出来 我准备写一本书啦 书上准备交代 因为网路上都没有讲 我在Facebook都不跟你讲 那算写书里面一个highlight 这次给我21天 回到我山之岭住的地方 然后 发现的时候算了一下 他大概跑了1200多公里的路 啊 这么远 每天睡80小时 走16小时 一天走780公里 他走了21天啊 走了1000多公里的路 回来啦 然后我退伍的时候 把他带回家 2000年4月30号 2002年的10月11号 寿终正经 活了19年 寿绞女化 我记不得我阿公什么时候死的 我也记不得我阿嬷什么时候死的 然后可是我那狗死的时候 每一分每一秒都记得 每一分每一秒都记得 牠是我很好的朋友 然后另外一只狗 4月30号是我一只狗 活了12年半 心脏病突然挂了 就是跟我感情比较深的狗 然后 其实也没有什么未来 也没有什么为什么 去跨入这个圈局 就是 有时间嘛 你愿意付出嘛 然后回馈给社会一点点嘛 然后替这些弱势中处的事 争取一点福利 王冯大哥养的所有的狗 都是流浪狗 都是路上捡的收容所带出来 家里目前四只 那现在我们看到非常多 民众他们在养的 都是养这个民犬 民犬 对可是可不可以跟我们 谈一下就是说 这些民犬啊 他们其实在繁殖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在王冯大哥谈之前 我们先看一段VCR 这是一只叫做科基犬 当然是民犬嘛 这只狗是被丢在公园等死 用纸巷撞 身上长满了褥窗 然后呢 好几个牛 然后它的腹部 被剖腹了好几次 这狗就被发现 当初到医院的时候 就已经没救 医生说它全身已经痰痪 当场一针就让它上了 所有的凡赏都一样 它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靠狗赚钱 基本上不会讲什么良心的嘛 因为科基犬这些 这些端脚的狗 它一胎子 只剩两三只 事实上产下风险太高 它希望能够让宅宅 顺利的离开母体 所以就剖腹的方式 而且这些生成的小狗 小狗长大就进行交配啊 你自己人类都知道 进行交配结果就是 产生坏基因嘛 或一些病变 因为品种呆单纯 然后它为了控制 它为了有效的运用 这儿子就变当总工 就伤妈妈 然后这狗 从头到尾被利用完毕 之后都没有离开笼子 它们批发给 第一线的那个店面的利润 一直 它们批发价钱才几千块 一两千块 于是它卖给老板 一直卖两万元 从物店的利润就这么大 没有买卖就没有 就没有这市场 这翻厂自然就会消失 就这么简单嘛 来 繁殖场丢出来的狗 这是我的女儿 今年已经十岁了 2008年在龙潭中正路上捡来了 那时候它体重17公斤 体重17公斤 然后全身长满了皮肤病 然后跳蚤 然后脚也磨破了 耳朵流浓 然后2008年我花了50天把它治病治好 把大洞口变我家的一份子 这只狗呢 上手的第一天 因为黄金六犬本身都很乖 非常的乖 我从它的行为模式 就认定它是一个繁殖场丢出来的狗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它在我家 完全是不敢四脚朝天的睡 到现在已经上手了 没有安全感 七年 八年 它从来没有睡到四脚朝天 另外一个是它大便的时候 出去的时候 它一定是走出去 第一时间就把大便也放掉 四坨 去去去去 然后马上就看到你 下来不知道要干嘛 就要回家 另外一个行为特色是 它看到红色衣服的侠客的人 会吓得半死 真的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繁殖场出来的狗 其实都很惨 真的都很惨 然后我还有一只狗 去年死掉 是养了13年半的狗 是朋友繁殖Husky 就是赚钱嘛 然后它算有良心的业子 它决定收了 不想 就是不想要做了 然后想说这狗 品种不错 妈妈是从日本坐飞机回来的 花了四十万买来的 然后剩下最后两只把他交给我 然后我就把 我实在不想养这些名犬 家人很喜欢 小狗很可爱 叫Rio 然后这只狗活了13岁半 9岁的时候得糖尿病 10岁的时候瞎眼 然后糖尿病每天打胰岛素 从他 糖尿病到他走的时候 去年12月走 他总共背上扎了三千多针 胰岛素一小罐10cc 一罐1500 我知道狗身上花了钱 最后那三年都花了六七十万 那种狗的话医疗很贵 其实 跟大家讲 其实你真的养狗不用挑 说句粗话 狗跟女人一样 灯关的都一样 是不是 是不是都一样 管它长 管它长什么样都一样 其实狗 你只要好好对待 它都用它一辈子的时间陪伴你 对不对 什么品种都一样 而且台湾的土狗 他们讲陪伴你各自 其实他们本身 因为 就是自己 本身的抗体都比较好 对 我目前家里有四只狗 除了黄金链 还有三只修路中手 带出来的狗 从2011年把 移到文库 目前的三只狗 除了打一方针之外 从来没有花过我任何一毛钱 真的是这样 真的没有花一毛钱 对 我自己流浪猫也是一样 都不太生病的 身体非常健康 真的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 要养狗要想清楚 要做个负责任的主人 把它当成家庭的一份子 你就不会有弃养的问题 然后源头问题就解决了三分之一了 好 那王峰大哥请教一下 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那个饶蛇歌手 大只 他这几年他也都在救流浪猫 他甚至也写了一首歌 关于收容所 结果呢 那个时候就有些网友 像很多虾民都会嘴炮 你救流浪猫 怎么不救流浪狗 真的 你吃素 就像你刚刚说的 是 或者说你为什么不先把他们都带回家一样 对 然后那时候大吉他讲了一句话 他有一句回复 让我觉得很好 他说 在动保这条路上 他说那是我自己愿意做的 是 而这些质疑你的人 其实这些人 几乎不可能为动保做任何事 真的 所以我何必因为你们的人言人语 而改变自己 没错 他讲的很对 我们 我们这圈子很小 就是救猫救狗的圈子很小 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是 会救猫 会救猫狗的人 一定会帮助人 会帮助人的人 不见得会帮助流浪猫狗 你知道吗 你们常常路上喂食 其实所有的爱心人士 都从路上喂食开始 对 很不忍心嘛 看到这狗状况很惨啊 然后走的路上都快昏倒了 就买个碗头给他吃啊 对 然后渐渐渐渐渐就越陷越深 然后比如说我们 我在山上 冬潭 我住口游园区嘛 倉库 还有七只 就是被我照顾的狗 从2008年照顾到现在 因为我们真心的对待他 而且狗友会在我 飞走的时候 开天窗的时候 会cover 所以那狗呢 有食物 有水 有家里的鲜食 那狗都活得很好 就是我们不断的付出 感动了附近的居民 居民都对他很友善 要不然早就被打死 你知道吗 或者被毒死 然后你在喂食的猫狗 也碰过酸言酸语 对不对 你这么爱心 你不要给我装 带回家嘛 要爱心你就带回家 是不是 然后干嘛在那边养 不愿意给他负责 是啊 他们都很自私嘛 然后甚至社区主动 就打通报了 这个 这个 驱公所 他们还派小卡车来把猫狗抓走 对对对对 捕狗的或者是会毒狗的 对 然后还有这个放黏鼠板 黏猫的 对 这些社区里面都会看到 对 其实刚刚讲的虐待动物 虐待动物其实是一个比较个案 比较个案是少数 比较 没有什么好探讨 就是假设你是一个正常的人 你不会这样做 你不会这样做 就是不正常的人才会这样做 然后我们北馆希望 在宜蘭北馆希望大家有时间来玩 我们曾经 我们馆里面有一只狗叫阿咪 阿咪 现在过得很有自信 它的后脚落不了地 阿咪呢是在四年前 2013年 三年多前 台中有一对夫妻姓超 仁如其姓 超礼品这对夫妻 不断地在绿原道任养一些猫狗 引起这些义工的怀疑 为什么你又出现了 他任养了好像是四只猫三只狗 可是追踪不到 后来发现的时候 踢管的时候发现了 猫狗都不见了 只剩下一只阿咪还活着 他把猫狗带回家 把猫放到微波炉里面 然后把狗拿钳子拔他的牙齿 还掰他的腿 所以阿咪被我们找到的时候 剩下最后一只存活的阿咪 他是假装任养 然后来虐待这样子 对 他就存心的这样虐待 然后被判四个月的图刑 四个月都太少了吧 可以一颗罚薪啊 花12万 可以一颗罚薪 还可以 还得一颗不是一颗 对 然后他就招搂了 到现在政府也没拿到他的罚款 他也招搂了 这课子就结束了 阿咪很庆幸的 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 给他重新建立信心 然后呢 阿咪虽然他的骨头神经败断了 他脚漏不了体 跟阿咪现在过得很好 在我们悲馆 这其中一个很幸运的狗而已 很幸运的狗 还碰过比如说 那刀子砍掉整个下巴的啊 拿VV弹打的啊 然后还有拿那个 大概是很特殊的工具 把他后面尾巴整个切烂的 对 很莫名其妙的事情都有 那王芳大哥 你在这个 投入动物保护救援的过程当中 让你最感动的一件事情 一个故事是什么 当然今天讲的主题是简志诚嘛 其实官方生活所 如果你们住台北市 你们真的有心 你们去 你们化妆层老百姓 去去踢那个内湖 那个台北街的受众所 你就知道里面有多官僚 他配备八个受益 四个编制 四个聘股 每年不要消费 消化几千万的预算 他捉狗的预算 一年就是一千万 抓狗的预算 一年就是一千万 多用心 多用心 刚刚在节目上讲到 在2013年的时候 感恩节 三年前 我那时候租 在旧金山 Leover 然后有一只狗呢 有两只狗 被一个很无良的 歐机上 弃养在杨梅的垃圾场 垃圾场旁边就是收容所 这两只狗 它养了很久 它不要了 它亲自把两只狗 带到垃圾场 那个收容所就收啊 后来转到新 杨梅 它讨厌有13个乡镇 对 然后这狗就是 简自成在礼拜一礼拜五 做业日做完的时候 把狗杀得差不多的时候 那么清理干净的时候 清洁队的狗才送进去 所以义工对弃养的狗 特别愤慨 所以有机会碰到这只狗 有一只是泪跟犬 有一只是比较丑的凸狗 因为我知道泪跟犬 很容易被人家任养 我在决定山 我就发布脸书的动态 我说这只凸狗 你帮我留下来 那只泪跟犬应该有人要再说 结果没想到 土狗一直没人要 我看到讯息太好 那只狗已经被杀掉了 然后泪跟犬留下来 是因为任养人 根本没有出现 它预约跟上没有出现 有说任养人是没有出现 对 还好就是这样 那只狗还在 所以我亲自把那只狗带出来 我要讲的就是 简自成刚好那天在 它亲自到那个栏位 带那只狗的时候 那狗看到它 是不断地打它 摇尾巴 就像看到主人一样 什么样的园长 能够对 受众所里面的狗 能够爱护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真的很 那觉得很难过 简原长真的是用很激烈的方式 这可以说是死见的 其实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家都觉得很痛心很傻 它真的是很优秀 台大的受益系 什么样的人进医学院 都顶尖的学生 对 还说说要告书卷奖 它得过很多书卷奖 然后在2010年的特稿 公元特稿 它是榜首 它自愿跟它哥哥一样 你去Google他的哥哥 他哥也在偏远象征当老师 这家父母很了不起 然后希望你们剪辑的时候 顾量考虑他父母的感受 就是你们如果说一直要提这个人 他父母可能会更伤心 可能会更伤心 他父母真的很伤心很伤心 其实是很优秀的人 他从2010年到社工所的时候呢 我从2011年我带了六只狗出来 2011年2012年 2011年六只狗 每一只狗都要花三四万去烧钱 去治犬瘟治肠病毒 可是从2011年12年我带出来的狗 几乎状况都OK 为什么有这个差别 就是他很用心把社会资源带进去 义工的照顾 把社工所那一只狗管理得非常好 使得那样 从2009年是百分之四 一直到2013年的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有四千只保个人的生命 能够活得走出收容所 我觉得是他个人的努力 所以那时候你们刚刚看影片的时候 我忘了这一段拍的时候 我跟他说 你要好好干 你千万不能走 你千万不能走 就还是走掉了 我是希望他打报告辞职 就没想到他做这种死练的方式 那请教王峰大哥 你会不会现在担心说 因为捡所长的离胎 然后你现在整个新来的人 可能就像你讲的 像别的县市弄得比较糟 你会不会担心新屋那边的状况 你要听实话嘛 我只担心鸡蛋黄 反正这生态就是这样子嘛 这生态就是这样 大家干到死也没有人管嘛 对不对 你说这个生态如果不改变的话 这狗场会被拖垮 我刚刚给你看的照片 对 南部一年要烧3500万 北部的管一年要烧400万左右 一年4000万 靠大家的赞助 对 靠大家的赞助啊 如果有一天断粮的话怎么办 对不对 这狗一直进啊 对 然后你刚刚讲 你刚刚不是一开始提到说 这个搜索孕狗被闷死吗 其实在那天下狗的时候 很多尸体都已经扭曲了 狗的尸体要扭曲 需要死亡后两个小时以上 也就是说它装狗 可能是前天晚上就把狗 它挤得小的钢笼里面 这狗不安 所以其中有一只狗被咬死 其中还有一只狗是几乎要死掉 也把它丢进笼子 把它送到目的地 后来总共死了47只 47只 也就是他们根本 他们根本没有把这个当生命看待 前天晚上就把狗塞进一个很小的笼子里面 搞了一整夜 所以狗发现大量窒息的时候 尸体都已经扭曲了 是 表示死了很久了 是 后来这个影片被释出之后 然后大家看到这么多可怜的狗狗 还有用心的这个人员在抢救他们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惊讶于这件事情 很强烈的对比 对 非常非常一个强烈的对比 三个月之后解释成会被大家遗忘 这心痛留在我们心里 因为这圈子就这么小 会关心他就这么小圈的人 那我也在想 我努力了这么久 怎么样把这圈子给放大 实际上其实很难很难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近年来 大家对于动物保护的意识 虽然没有说变得很强 但是稍微有比较好一点 还有非常多的 不管是公众人物或者是演艺人员 也都开始去尝试着认养流浪狗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请问你流浪动物他犯了什么错 他犯了什么错 他流浪什么心 你真的派拿那些人的钱 叫亲子队把他抓钱 公告12天就杀了 他没有犯什么错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老小狗女儿及时救的 纸片犬重生 赢6万个赞 艺人肖敬腾的爱犬马马 去年还是只命运乖喘的流浪狗 而鸡狮王峰 却是改变他一生的推手 苹果曾经披露的52岁热血华航鸡狮王峰 在每周二的苹果即时专栏 熬五五分享救援流浪狗的故事 昨天他分享了一只 纸片小白的奇遇 引发网友热烈回响 说是本日最感动新闻 更有6万个赞 去年1月 热血鸡狮王峰的空服员同事 带着他养的流浪狗 到逐围于港散步时 发现纸片小白一家四口 空姐网路发起爱心接力喂食 机组圆道场却扑空 隔几天 王峰也找不到 纸片小白跟三个仔仔 一日他终于找到纸片母女 带到台北南港就医 遇到老肖 我认识你耶 你是救很多狗狗的鸡狮 了开了 老肖收养纸片狗取名妈妈 还合拍广告 转进千万成为明星狗 怎么会那么有缘啊 其实真的是缘分 我凑过了那十分钟我就见不到他 这只狗大概没机会了 这只狗大概就没机会了 因为老肖 因为他新买了这个房子 刚好在动物院 东兴动物院的 维恩动物院的旁边 他没事 因为他工作压力很大 超级医院闲逛 跟狗一起有一些互动 尤其是他领养那只黑贵宾 跟我那只狗 刚好那天我送狗去的时候 他刚好出现 然后他真的第一句话说 欸我认识你耶 然后我想说 你认识我那我们就聊一下 OK 我记得他 我们聊了十分钟 他说他很怕坐飞机 他有居高症 然后其实我觉得老肖 一般人都说他有学习障碍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他是个天才 你去他成长的故事 他是一个 他打架了 然后训绕主任把他带到股市 打鼓 去打鼓 他14岁接触爵士鼓 他17岁拿着keyboard去卖唱 他家里没栽培他 他自己学英文啊 他自己学音乐啊 他自己弹keyboard 他自己弹keyboard 他可以自弹自弹 他的英文歌唱得还蛮好 真的好听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天才 天才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他赚了那么多钱 对不对 他真的很默默一直都在行赛 是你们不晓得 一直都在默默地行赛 很了不起 肖静腾一个赞 真的啊 那那天就真的那么巧 你们就相遇 然后他了解这个狗狗的故事 其实他就是观念正确 不挑嘛 其实妈妈长得很丑 真的很丑 丑到不行 然后没想到两天之后 那个院长蔡月群 他email我 你的狗被老肖带回家了 饲养 后来两天之后说 确定他把他带回家了 然后更好笑的是 半年之后 然后大陆看到老肖 有一个厂商 卖牛仔裤 看到老肖这么有爱心 那子民要带那只狗 去拍牛仔裤的广告 做一天是在摄影棚 做一天 一天 进账1740几万 所以我就 报纸有灯啊 我就跟你们 我开辟机的同事讲 你们不要太嚣张 别自己很厉害 人家 我的狗一天就赚你们 退休心 比你们退休心还多 真的耶 而且 这个狗狗啊 他从原本的这个被救援的照片 跟后来 他被肖敬腾领养的这个照片 完全不一样 对比起来好像是 根本看起来是不一样的狗 完全不一样 有爱就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王峰大哥在救援狗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碰到常常有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每一只狗故事 我都记得很清楚 我经熟的狗 没有说什么特别深 特别浅 或者说特别感动 其实每一只狗几乎都很感动 只是有些比较特别难过 就好像 其中有一只狗 花了很多心血啊 然后找得很好的组 就才三岁半得了甲状腺癌症走掉了 然后 然后曾经把它切 切完之后 每个月大家去 长青动物院去 长青动物院去观察 是 然后做血检 没想到三个月之后又复发 复发之后扩散到全身 核子共振的结果是 扩散到全身 根本没救了 就暗恋鳥巴 换那只狗 就走得很凄惨 很痛苦 他头壳都空 然后呢 就是每天在哀嚎 就是很不舒服嘛 癌症都跑到全身嘛 不知道影响了什么 可是他看到我的时候 还忍痛 还跟着我摇一巴 然后那时候他第一次开完刀的时候 看到我很开心嘛 然后去跑过来撞 你知道太开心了 然后 他头上缠着绷带 还自己大叫 就指自己绷带 你看你把我弄成这样绷带 那只狗表情很多 表情非常多 比较印象深的一只狗 嗯 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啊 是不是也请王峰大哥 来告诉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 有哪一些的知识是 养狗的人最需要知道的 对 希望他们不要一天到晚 为了偷懒 为他们吃飼料 或是罐头 里面都有防腐剂 所谓的安定剂 吃久了一定会有问题 嗯 其实早期养狗的你都知道 什么样的人在吃 什么样的动物在吃飼料 只有两只脚在吃飼料 鸡跟鸭吃飼料 四只脚猪吃喷啊 牛羊吃草啊 狗吃什么 狗跟人吃啊 是不是 因为现在社会发达 大家都很忙嘛 就是偷懒去买飼料喂狗 我个人去跟大家建议就是 如果你家里有养狗的话 一定要跟着人吃鲜食 有哪些东西不能吃呢 狗不要吃洋葱 不要吃葡萄 不要吃巧克力 因为特殊品种特殊的狗呢 遇到这些东西 可能对神经系统会有伤害 会有很严重的后遗症 然后现在网路这么发达 你自己去Google就知道 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旦你猫狗 带进门 一定要把它当成家里的一份子看待 然后多花时间陪 其实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答案在这里 对不对 你不会说场景录嘛 你不会说是鸡嘛 也不会是鸭 一定是狗嘛 然后如果说你这辈子没养狗 我觉得真的蛮可惜 真的蛮可惜 养一只狗 一定要领养 好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这个节目 平常最后都会有一个大冒险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大冒险 我们要邀请王丰大哥 来跟我们看一段影片 那这个是检所长想要跟民众 来呼吁的一段话 那也是没有公开过的影片 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呢 看到这部最后的影片之后 也可以给大家一些省思跟启发 那最后还是要呼吁大家 用任养代替购买 我们再一次今天谢谢王丰大哥 谢谢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就是领养之气 就如果你有想要养狗的话 就可以来就是各地的收容所 各地的收容所就是来领养 然后领养的话 就可能要先考虑清楚他 因为狗妈可以活十几年 可能要考虑清楚十几年 那你可能如果会出国 要生小孩 那能不能养他十几年当重要 对 然后这边也要提醒就是各位 系组如果能养的狗 一定要再去做绝大的手术 对 因为狗一年可以发行两次 一个配上可以生六到十只 那生 像如果生六到十只 这么大的中型狗 一般家庭其实是没有办法复办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 就是爱他就帮他去做绝大的手术 然后也要植入晶片 比方他走失都是长不到回家的路 所以帮他去做绝大 所以帮他去做绝大 好